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会撒娇的大男孩 不害怕在人海中淹没 哪怕我这么不说 心里柔软的角落 也只预许你触摸 我的生命 在你的生命 当看到日中的你 只想提醒宝宾 我的大男孩遇到了繁星室 我真希望 能多少帮上他 秦夕你来了 顾总在吗 好像还在开会 要不你先去他办公室等他吧 好 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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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正在开会 也不知道几点可以结束 要不你先回去吧 没事 我就在这儿等他 秦卿 你要学会体谅他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你不要打扰他 影响他的工作了 我只是来看看他 又没有打扰他的工作 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南州啊 他喜欢把情绪都藏在心里 现在这么忙 又要照顾你的情绪 他压力真的非常大 我是他女朋友 我自有分寸 就不劳你费心了 谈恋爱的事情 可不是你请我愿就可以的 我们的关系 不会随便因为外人的几句话 就改变的 感情的事情 谁都没办法太自信 我知道最近大家都很辛苦 公司也在招新人禁组 大家再坚持一段时间 心灵狐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我真的不希望他就这么夭折 还有就是 关于上次 一世界黑骑士的项目投资 我明白很多人可能不认同我 我真的不希望他就这么夭折 但没有办法 创立星云 我为的就是心灵狐这个项目